从现代研究 霍乱是由霍乱虎菌引起的 而表现的症状 以腐泻为主 甚至肚子都不疼 就开始腐泻 也有呕吐的 那这种情况下 发病比较急 而这传播比较快 被污染的水源 还有海产品 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 那 这种激烈的腐泻 往往给人造成的危害 是必要的 可以出现脱水 水源也只能紊乱 迅速可以影响到生命 因为它发病急 病情重 传染快 传播广泛 所以变为假性传病 它也实际 跟汗有关系 还有跟师也有关系 是必须 我可以判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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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判断